爱龙破无看科,前方一路小平坡 良好的关系和友谊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龙破 今天的主题是一部有深度的电视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部剧经久不衰 从1981年开始拍摄最早的一版 之后就被无数次的翻拍 这部剧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说的风神榜 我觉得用风神榜比喻各种电视剧都合情合理 风神榜好比是一个界限 一般的武侠片如果是接近或者是超越 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近期又出现了一个风神榜2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开喷吧 咳咳,不是,开始吐槽吧 至于这貌似搭配咒超越了滑板鞋的片头曲 我就不过多吐槽了 而第一集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介绍江子牙和咒王 然后基本上前十分钟都是在撕逼状态下度过的 而且背景音乐远远高于对白 以至于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不,觉得这是本区最好玩的部分 不仅可以开动脑筋想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还能感受到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 真是太有趣了 江子牙和咒舞王他们打得不可开交 江子牙一伙被中创 果然不出我所料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天神下凡 犹如吕布在世一样把对面一顿狂炸 然后当他开启第三只眼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火原来就是杨姐 就在这个时候,江子牙拿出一个卷轴 大喊,无似天书 我靠,然后众人就消失了 我以为寄出这么牛逼的一件发报 是准备于素网破的 没想到就这么消失了 没错,一眨眼的功夫 江子牙一伙成功的使用了回程卷 回到了城中 江子牙打败之后变成了一头白发 嗯,这个就是他的妻子 貌似稍微有一点点黑 所以呢,之后的三姬基本上都是在养病中度过 不过在养病期间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差距 嗯,比如咒王把黄将军的夫人给强奸了 最接着说应该是先见后杀 然后得知了消息的黄将军 不顾一切的为爱人杀入了宫殿之中 将军一人难递周围美女的围攻 于是召唤出了自己的宝宝 然后其中一位美女大喊 神鹰,我的克星 嗯,没错,应该是这么哈 这语气就像读广告词一样 我们也用敷衍接 然后这就是土星孙的第一个出场镜头 哎,你妈,这真是 呃,当我看到土星孙的造型的时候 我真是激动的连前列线都崩溃了 居然是一个小孩画了两朵胡子 哎,真,说什么好呢 说到前列线 咒王强奸了黄将军的妻子 达吉很生气 于是想要一脚踹碎咒王的蛋蛋 不过在咒王一番令人鸡皮疙瘩掉一剂的语言攻势下 达吉还是妥协了 后来周王派大部队攻打西齐 呃,虽说是大部队 但是我看怎么就那么十几个人 不过这个不重要 四城之中有一个人会议一种法术 就是手里抓着一把黄豆 扔在地上就变出了一群士兵 啊,没错 咋也把黄豆变出一群士兵 很精彩的魔术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总的来说 这就是一部又臭又长的长篇大作 所有的剧情都在循环 基本上就是打仗,疗伤,打仗,疗伤 然后某一方突然胜利了 哦耶,然后大结局,卧槽坑爹呢